富商曲女明星不算什么新鲜事,但多数都难以得到祝福,而行李员与林青霞这对结婚了24年的豪门夫妻却是个例外。 提及行李员,虽然最近她因为被港媒爆出给妻子林青霞买了一栋价值数亿,还带空中菜园的豪宅而备受关注,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她依旧是个陌生的存在,甚至也有不少人都不明白一代女神,林青霞为何会嫁给其貌不扬,还有过一段失败婚史的她。 实际上,抛开身家财富,就行李员本身品格来说,她算是一个比较适合做老公的对象,要知道她虽然并非出身豪门,高中毕业后更是因为环境以及家境的问题无奈放弃了学业。 然而行李员还是凭借一腔热情以及不服输的冲劲,从埃斯普里特香港分公司旗下小小一名员工,转身成为了该品牌的代理商,最终一步步,吃,下了该品牌的股份,翻身做主成为了她的拥有者。 而如今的行李员,虽然财富直掠书李嘉诚,霍振婷,刘鸾雄等负商一筹,但作为身家保守估计有200亿港元左右的成功人士,追逐她的美人从来都不少,然而她虽然也曾心动,但最终还是因为对妻子的爱以及对家庭的责任选择成为了柳夏慧,也让曾经因为情商才选择嫁给她的林青霞,真正爱上了自己。 光一如见,几十年后的今天,岁月依旧偏爱了林青霞,却并没有眷顾行李员,于是当她们一家五口的合照流出后,有网友评价这一家就她颜值最低,拉低整体评分。 但对于更多已经结婚,或者已然明白爱情与婚姻本质区别的网友来说,她是一个值得称赞更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。 美丽的皮囊千篇一律,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,愿你所爱的都有后者,笔心,刻别声明。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,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。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,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三十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。 六括号点